10月30日,李敏翰现身北京出席某品牌活动,帅气的长腿欧巴一现身便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,非常热情。 去年李敏翰亮相春晚可谓帮他增加了不少在中国的知名度,今年春晚导演已经确定,不知他是否收到邀请在登春晚舞台。 像中国有那么大规模的可以全国的国民,全国人可以一起庆祝的这样大型的节目,我相信是没有,但是不一样的风格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节目是有的。 那去年能够参加中国的春晚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,而且是非常难忘的,让我特别荣幸的一个一次机会。 那如果说今年还有类似的机会或者新鲜节目的话,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合作的。 近期男神可谓相当忙碌,代言,音乐,电影,稳抓在手,提到自己在电影里的角色,李敏翰可是大道苦水。 一旦非常厉害的生活,表现了很厉害的角色。 首先就是这个作品里面的角色,他本身生活过得特别的艰苦,那他为了去改善自己的生活,就会里面那些戏格表现得特别的粗犷。 而且首次挑战这种角色呢,可能会有一些残忍的一些场面,还有一些骂人的,出口骂人的,这个东西可能平时自己没有接触过的。 对于自己来说,这个作品是新的挑战,可能会有新的挑战。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北京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